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个单元我们邀请到了来宾市 财团法人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 廖启成廖所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欢迎所长 所长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 所长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食品中毒方面的医疗 相关的讯息 包括了什么是食品中毒 以及要怎么样来选购我们的食材 才能够比较避免食品中毒 那首先一开始想要先请教所长的是 可以请所长来教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什么是食品中毒吗 食品中毒在国际上是和国内 其实都有一个定义 就是你有一群人吃了相同的食物 发生了类似的症状 那这样我们就叫一件食品中毒 但是有些特殊比较重 比如说弱毒感性中毒 或是某种特别厉害的毒素的中毒 有时候一个人也是一件食品中毒 好 那如果说不是这些特殊的状况之下 您刚刚有提到是必须要一群人 对不对 那两个人算一群人吗 是 是 就是有很多人然后吃同样的食物 然后它发生类似的症状 只要两个人以上含两个人 那就是一件食品中毒 好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些关键字存在的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食品中毒 它的一些定义之后 想要请教所长的是 食品中毒有没有所谓的一些症状 食品中毒常见的症状就是 一般我们通俗话就是上吐下泻 有腹泻然后有恶心 那有时候会有发烧 头痛 或是身体虚弱等等 那这些都是食品中毒常会见的症状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食品中毒 所有症状都会出现 这个症状的出现包括 你的身体状况 你吃下去的污染的食物的量的多寡 以及是你吃到的哪一类的 致病性的因素 那这些都会造成你的症状的一个不一样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 腹泻 恶心 嘔吐 腹痛等等这些症状 好 那顾名思义所谓的食品中毒 应该是跟吃到这个不干净的东西 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饮食上面的原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是引起食物中毒的一些原因之一 引起食物中毒 主要一般来讲 现在国际上或国内 大概至少可以分为四大类 一个最多的就是矽菌性的中毒 那再过来近几年来 常有的这个病毒性的中毒 那另外还有天然的毒素 还有化学的原因引起了 化学原因比如说农药重金属 那矽菌性的原因就是 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 然后沙梅氏菌等等 那这些是续菌性的中毒 那病毒性的就是诺挪病毒啦 或是轮状病毒 这是病毒性的一些中毒啦 那天然毒就是 比如说发生有黄鳩毒素等等 这些也都是天然毒 这些都是四大类就是属于我们也会引起食品中毒的原因 好所以听起来有很多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引发食品中毒 那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发生了食品中毒 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 会是比较正确的程序 第一个一定要赶快送医院嘛 第二个就是这个得病的症状的人 他的殴土或是排泄物要把它保留起来 另外他吃的可能吃的食物 这些有可能引起中毒的这些食物要保留 就是他吃的食物 他的排泄物 殴土物保留起来 那第三个就是说到医疗院所之后 他其实他知道你是食品中毒的可疑 他会通报我们的卫生机关 那澳四小时之内要通报卫生机关 这是食品中毒 假如碰到的话一个标准的操作程序 那局长就是这个所长不好意思 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食品中毒它有几个关键 就是它可能要有两个人以上 或是三个人以上这样的症状 但我们一般人在家 也许我们吃到东西呕吐不舒服 是我们一个人 那我怎么样去判断说 我需不需要去保留我的呕吐物 或者是排泄物这样子的程序 万一我漏掉这个程序了 那后续的检验会不会造成困扰 是会困扰 所以说我们现在食品中毒里面 并不是有证件 有办法找到确定的原因 各国都一样 它要找确定原因 假如能找出六七成 确定原因就不简单 因为就是大部分人事实上 是没有保留这些东西 所以它知道 看起来是食物中毒 可是原因有时候找不出来 不仅台湾这样 国际上美国一样 能找到一半五六成 也就相当不错了 事实上案件都是这样子 然后比较会保留 比如说在学校等等 有时候我们有午餐 都会请这些学校老师 把些食物要保留四八小时等等 让他假如有症状的时候 然后假如因为发现比较多 都是团扇或学校午餐 有时候过去的时候 这时候医院一次来很多人 他就可以比较好的处理 好谢谢这个所长为我们的说明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想也很多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遇到 或者是可能自己本身 已经常常在这样子做 就是吃剩的东西 如果把它加热之后 再吃 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食品中毒 这样的症状发生 吃剩的东西 当然吃剩的东西 大家就是习惯比较节约 那吃剩的东西 就是大部分是要赶快放回冰箱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加热是一个预防食品中毒的一个很好的 拿出来加热的时候不能只加到回温而已 应该加到让他比如说有汤等等 要煮到沸腾 加热到100度这样来比较好 但是有时候加热到100度 有时候菌会死掉 有时候菌不会 那毒素也一样 像若毒感性毒素 那么毒 他加热100度几分钟 他就毒性就没有了 可是金黄色葡萄酒精 常常引起中毒 他的毒素 那你加热到100度 他其实还保留一些毒性在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并不是加热是一个必须的 但是加热之前 我们在保存食物等等 也是必须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当然我们刚提了这么多 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 或者是加热过后 是不是一个就不会食物中毒 这样的状况 那最重要的当然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预防食物中毒 有没有什么样预防食物中毒的 这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 这分两方面 你在家里的话 刚刚有提到这个食物的话 比如说你拿煮熟拿出来吃 或东西拿出来吃 这个很重要的是 希望是一小时两小时之内就吃完 那在家里的话 这个食品的处理原则就是一个 你食材当然要新鲜 然后呢你不要交互的污染 然后你该冷藏的要冷藏 该冷冻的要冷冻 这是在家里很重要的 那出外的话就是比较生鲜的 你要找比较有干净的地方去饮食嘛 那会生鲜的可以尽量不要少吃 尽量吃加热锅了 这都是避免中毒一个好的大原则 好那所长很难得来到我们现场 所长这边有准备了五个小配布 要提醒大家 同时也要跟大家分享 有借由这样子的五个小配布的提醒 跟这个每一个环节相扣 比较能够减少食品中毒 这样的状况发生 那五个小配布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这个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其实在我们中央 卫生团委、地方卫生团委都在推动 那希望我们民众都可以知道说 要预防食物动作有五个小配布 第一个就是要洗手 要洗手 那洗手的话就是 调理食品的前或后 都要彻底的洗手很重要 第二个食材就要新鲜 那要新鲜 然后用水要新鲜等等这很重要 那拿回家之后 该冷藏的要冷藏 该冷冻要冷冻 那第三个生死熟食要分开 那所以你有冰箱有这个生鲜的肉 跟生的跟熟的你要分开 或者是要保鲜盒把它保存好 不要肉的这个肉汁啊 生鲜的去滴到熟食 那这样就是生死熟食 那砧板的一样 就要用生的跟熟的要分开这很重要 第二个煮的时候要彻底加热 那要有没有彻底加热 其实你就煮到有没有煮灰 这是很容易判断的 所以所有的食物里面至少都是 维生物至少都要在中心温度 食材中心70度C以上 那才能够消灭一些一般的维生物 那第五个就是要注意保存的温度 保存温度假如冷藏 我们至少要7度C以下 7度C以下 因为7度到60度之间 这是一般的维生物都还可以生长的 尤其是25到35是长得最好的 那我们要冷藏就要7度C以下 冷冻就要零下18度C以下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保存的温度 好那保存的温度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那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冰箱 是不是设定在这样的温度里面 那当然我们的新竹市卫生局呢 在防范这个食品中毒上面 其实也是做了蛮多的努力 那这个所长这边 是不是也帮我们这个卫生局的这个部分 来帮我们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卫生局 针对这个防治食品中毒上面 做了哪些努力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这个新竹市卫生局 特别有提供一个比较好记的 这个要死安三保 叫做死安三保 就是要保鲜盒 保鲜膜跟保冷袋 保鲜盒 保鲜膜就是你买食物 或是你吃剩下的食物 那避免外界的污染 所以你应该放在保鲜盒里面 或是用保鲜膜包起来 那你假如说用保鲜膜包起来 你觉得会塑胶用太多 那你就用保鲜盒把它装起来 这很重要的 可以避免其他的污染 限制避免生殖污染 那保冷袋就是说 你出外购物去用保冷袋 譬如说买牛奶 买冷藏 冷冻食品要放在保冷袋里面 迅速拿回家 买完了就迅速拿回家 那这样的话 对食物来讲 是一个比较能够保持新鲜 好 那今天呢很谢谢所长 能够特别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 有关于食品中毒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也提供给电视器前面的观众朋友 来做参考 再次谢谢所长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 好那以上呢 是这个单语言所提供给您的讯息 内容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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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